现在是深圳最美的季节 深圳它是生态温宇 非常好 环境非常棒 深圳是全球八大候鸟天息地 有十万只候鸟 从西伯利亚偏偏熬而来 在深圳让他希望加好油 吃得饱饱的整个胖胖的气息 飞飞飞的量 我觉得这一条千玺的路线 恰恰是代表着一种文明 一种生态 所以在这里我们哄咬 依时而来依时而往 就跟我们全球商报的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代表商报 给各位总编 各位社长 各位领导 各位来源的到来 表示热热的欢迎 欢迎大家回家 中国时代现代化 和世界别的现代化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总编 各位社长 来了之后 现场考察体会 中国式的现代化 和各位所在地方的现代化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大家是见证着 参与着 也是传播着 10月4号 我们今年的 二十四届深圳读书月 启动 这是书香荣誉的一个节日 深圳人的读书时长 是全国的最多 深圳人平均每天读书 两个小时 我觉得读书是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进步的 和创可 深圳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 平均年龄32.5岁 所以各位社长总监 看到深圳青春活力有限 整座城市 书香洋溢 咖啡洋溢 还有茶香洋溢 就是这种城市的歌词